1. 鹿角 它是古代助手城池和药载上,阻止敌军前进的一款大型冷冰器,一般采用木头制作,把胳膊出的木头一端削减,根据所需的长度两两码刹字形捆绑一起,然后中间一个连接的木头两端都要削减,应该冷冰器整体造型波斯鹿角,故而得名。 这种冷冰器可有效的预防骑兵的突击,也没战马,根本不可能通过,故也有助骑马支撑,后来古人还在该武器上安,装了警报器,铃铛,只要敌军或骑战马稍一碰触,我均即可立马知晓。 2. 骑马枪 它跟上一款冷冰器鹿角一样,也是用力对付骑兵的一种防御型武器,其主要材质也是木质,枪度跟三米左右长的长枪,按照人自行插入一根直径约0.5米的大木头之中,而且该冷冰器机动性较强, 跟鹿角还是有一定的区别。 试想,在敌方骑兵冲锋前来的时候,突然在道路上,陈列伤该冷冰器,敌军战马常常来不及手脚,直接冲上被长枪穿透而惨死。 3. 鬼剑 相比前面两款重型冷冰器,下图中这个可谓是小巧玲珑,虽然它体型小,不过该兵器杀伤威力比他们都毒辣,凶残,在古代野长被隐蔽性布放在交通要塞上,只要敌人或者马皮肺这种冷冰器伤了皮肤,等待的只有死亡, 因为那冷冰器布放前都会涂上剧毒物质,加上它隐藏性太强,常常给的织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慌,故而也有助鬼剑手之称。 4. 滚木雷尸,下图中这种大型的冷冰器,在古代也是非常常见的,只不过那个时候雷尸没有像现在这样使用水泥制作,而是就地取材,只要暂时的固定住滚木就可以了。 4. 在敌军前进的药道上,提前不出好上该武器,利用地理优势,敌军一路过,一颗颗的大鬼木就从高处撞下来,活生生的将敌军碾压至死,非常残忍。 到了现在,为了提高该冷冰器的杀伤力,材质就改成了混凝土,这样可以有效的拦截坦克,装甲,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,请订阅我的频道,方能接收最新影片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